你上次说 瑶瑶会去做 去帮她诊心手术 对 妈跟瑶瑶的爸妈都在努力 一定尽最大能力 让瑶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别担心了 我一定要考上医中 不是吧 我就说这老房子毛病多 沐翔 你别磕着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一下 什么情况 你别到我快去看看 我快去看看啊 谁啊 修好了 初夏 这么晚了还约你出来帮我应酬 我真的不好意思 您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得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上次让刘总他们跟别人签约了 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您放心 好 走 您好 几天姐 沐小姐 我发现今儿啊 您可比平时漂亮多了 我 对对对 那个刘总 冲初夏小姐这么漂亮 咱那合同 合同的事就是个小案子 沐小姐 咱这么着 咱们今天吃完了 喝完了 咱们接着找一地儿 唱唱歌 喝酒去 接着喝 我们手机剩了一下 刘总 我去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别别别别 就这儿接 这种事我见多了 接完电话 说家里有什么事 走了 他歌谁陪我唱啊 酒谁陪我喝啊 虽诚勿扰 这么着 我帮您接这电话 孟小姐 您这电话都已经停电关机了呀 可能就就就刚才这么一站 最后一点点就没了 正好 咱们一块去唱歌 去喝酒去 不不不 刘总 这个初夏小姐家里还有孩子 太晚了不方便 对对对 你这么大碎肉的人了 孟小姐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是个有孩子的姑娘吗 不会吧 对不对 过来 逛罩 走 唱歌 喝酒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这销售这个事儿啊 他不是一个故事 做了反过他们MPA的事儿 让我后 toi 给交流 这 这 刘总 给您商量商量 咱那事过来再说 什么意思 过来再说行吗 那你那东西我不要 不是 你去把车开过来的 不是 别别 您别生气 咱们再聊聊行吗 不就是这点事吗 对对 不就是喝点酒吗 不就是唱什么歌吗 您别生气 您要喝得不好 我 初夏 怎么这么晚才出来 在外面等着我都困了 沈公子 沈公子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就谈点小生意 不是 您跑过来啊 是 我来接梦初夏 不知道有没有打扰你们谈工作 沈公子倒是等你这么长时间 那不告诉我一声啊 这要耽误舍公子多大的事啊 小姐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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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赶紧上车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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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公子您慢点啊 沈总 沈总 刚才 谢谢你帮我解围 你已经不是沈氏的员工了 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总之 谢谢您了 举手之劳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请不吝啥 您好 太迪啊 谁啊 新口味咖啡的 包装征集活动 反响很好 我明天让公司的人 把报表给你送 好 这次的活动能这么成功 离不开你的那些好建议 你在干嘛呢 我跟你的好朋友 孟初夏在一起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约好了呢 很巧 我在一个酒店谈事情 出来准备走的时候 看见她了 旁边还围着个 喝多了的客户 我看孟小姐 有点烦恼的样子 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那她真的应该 好好感谢你放的结尾 没事 那就这样 好 拜拜 好 怎么 不喜欢让你的学长知道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吗 是不喜欢让任何人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你这么做是为了要避嫌对吗 可我确实答应了若能 沈先生 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没有必要再救治成体了吧 去你家好像要在前面拐弯 不用了 旁边就有公交车站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你确定 非常确定 总之 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 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我能自己回去 我跟你们 姐妹 成为了 你 我 不 我 怎么样 阿姨 味道不错的 这个香醇精油可是很难找的 小影子 什么好东西都念着阿姨 阿姨没白疼你 行行 别弱了 你累了 谢谢 怎么样 尝尝我的咖啡 好啊 好好喝啊 阿姨就是比沈哥哥有品味 佳姨 都好的女孩子 陪着妈文陪你边 都那么多年了 这妈文怎么就无动于衷了 阿姨 我跟沈哥哥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兄妹 行了 再举句话 我听了耳朵都快伸茧子了 别老挂着嘴边嘛 你们有没有真的血缘关系 以前呢 我是尊重妈文的想法 那选了各式各样的女孩 让她挑选 千挑万选 选了何诺兰 结果那女孩呢 还命薄 订婚前 就出了事了 这以后啊 马文啊 什么女孩都不想跟她相亲 我呢 也不想跟她相亲 嘉宜 我知道你对马文的感情 以后的来日子 你就主动点 跟她多接近接近 看看她是什么反应 阿姨 多陪沈哥哥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您说的事情 就不要勉强我们了吧 你知道的 长辈越说 沈哥哥心里就越逆反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 沈哥哥面前我一个字都不会听 不过 你得加把劲吗 阿姨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能跟几位在一起畅谈 实在让我受益匪浅 哪里 沈总 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呢 来 一点小礼物 不成经意 非常珍贵 多谢 既然几位送了我东西 我也要回赠点什么 才不至于失礼啊 这个东西可是太好用了 经济实惠 对身体友好 要是发给员工当福利 相信没有人不会胜赞老板的贴心 几位要不要现在就试一试 好 好了 也可以下班了 我也回去休息了 还有别的事 总裁 有些话 我必须要讲 你为梦初下做的事情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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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您别生气 咱再聊聊 行吗 不都这点事吗 对对对 不都是唱个歌吗 是是 就这几个型号的 记着全部给出去 行 那我就按照您的指示 通知库房出货了 来 对了 老板 沈总 托我带个话给您 那天 谢谢你及时通知他过来接我 这样咋说的 太好了 这么说 你们俩说开了 你们果然认识 不是 你炸我 初夏你忘了 你见过我 沈总 沈总 我就知道你走不远 您还找车接你干嘛呀 我找人开车送您回去 你跟沈总是朋友 我们这级别的 哪能巴结上人家沈总 我原先真不是朋友 这还是在半年前 有一次你到我这来面试 完了我在你的履历上 看见你写着有审视 我突然想起来了 在夜店有一次 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呢摇了摇牙 就跟沈总打了个电话 顺便提了一下 没想到沈总 请我把你给留下 小老板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沈总说了 不让告诉你 是怕你有心理负担 出去啊 我看你有点不高兴啊 你想 能认识沈总 那是贵人相助啊 好多人想求都求之不得呢 就说 你拿下这几单的 这大单我跟你说啊 这些 都是沈总帮的忙 帮什么忙啊 沈总打几个电话 解决了 对 他随便打几通电话 就能解决的事 我风一来 雨里需要泡几十天 最后能贪成 还是靠他的面子 我一直都还觉得 自己是一个 挺不错的销售呢 初夏你误会了 你 你确实有工作能力 真的 最近我身边 好像一直都有人在帮忙 就算我在街上跌倒了 也有人过来服务 这些都是他安排的吗 不 不 不知道 不 初夏 骗你是我的不对 可是我们这些人 能认识沈总 能巴结证人家 我们就觉得不错 沈总让咱干什么 咱们肯定得做好了啊 这事儿 对吧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些工作 好多事求是沈总 沈总这人呢 还特别好 有求必应 每次我 初夏 雷纳 雷纳 小姐呢 有点人偷东西了 有点人偷东西了 雷纳 有点人偷东西了 他就有点人偷东西不信 他很值得 也有点人偷东西 放下 Mhm 美席 姐姐 穿我 巩峰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派人跟踪我是吧 我建议你换个词 比如说保护什么的 连我们家停电都知道 你们这叫偷窥 拜托 你看看你这个身材 就算是被偷窥了有什么损失吗 我好像并没有请你过来保护我照顾我 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 你打算就这样派人跟着我一辈子是吧 有什么不可以的 一个企业一份工作都可以做一辈子 故两个人关照着你不费什么事 所谓一诺千金 既然我答应了若南 就应该做到 我不需要 我需要 以前你让我彻底忘掉若南的托付 好 我试着尊重你 在你离开审市的时候也不挽留 可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起若南临终前的样子 我觉得非常不安 没办法什么都不做 孟初夏 你在保持自己尊严的同时 也替我想一想 你说我不识抬举也好 说我性格怪异也罢 我请你别再这么做了 我确实没有什么才能 方方面面也都挺一般的 可是我靠我自己的努力 可以带着梦想好好地生活下去 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帮助 对我来说是困扰 明白吗 拜托你了 沈总 幸亏你突然出嫌 我终于找到借口几天溜走 真是想不明白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能在 英国美女这一方面 一点进步都没有呢 说起这个来 我也很苦恼 平时也就面对 咱们梦初夏的时候 我才能放松一样 你说这个怎么办 这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今天怎么会 找沈安有事情 还跑到这里来 很着急吗 那 那个 没什么大事 一点 关于路南的事 那跟你在一起的 那两个男人 是沈安的保镖吧 我好像以前见过 那 那两个人 那 那两个人是在我进门的时候看见的 知道我要进来找沈总 所以就一起跟过来吧 沈安今天带保镖来干吗呀 看来沈安对你还是很客气的 会离开派对去跟你说谎 今天这个场合对她来说其实很重要 既然你是远的不能再远的局外人 告诉你也无法 今天这个派对呢 举办的人是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股东 是董事长的老友 平时飞来飞去的行程非常满 沈安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跟她私下碰面 得到她的支持 跟自己的母亲也要争吗 你要非说是争呢也可以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 沈安只是想要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所以说她跑出去跟你说话 的确把我吓了一条 毕竟如果是错过了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约到这位股东 她对你这么重视 看样的确是把若楠的话放在心上 承江 你怎么了 好像不太愿意说话的样子 没有啊 只是 说到关于沈总的事情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丹哥学长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是远的不能再远的局外人 你爹的妈咪昨天跟我打电话 他们俩父亲满世界的跑 一年都见不到两次 对不对 你怎么做的 你什么都内心 你怎么做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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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这么说 那么好 我告诉你们 Dallas 我 intellectual 嗯 我虽然是 你老婆 我老婆 那种 故事 老婆 你怎么说 不就是 我 此 王 什么 我以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沈哥哥怎么了 若南姐姐临终的时候 不是把她最好的朋友 托付给沈哥哥了吗 后来初夏姐姐就离开了沈氏 我以为沈哥哥没有遵守诺言呢 后来才知道 她一直在安政帮助初夏姐姐 你说什么 伯母也被蒙在鼓里了吗 沈哥哥做好事还真是低调 暗中帮助初夏姐姐有半年多了呢 我想初夏姐姐一定很感激沈哥哥 你 请不吝点赞 亲爱的 我们这个礼拜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了吧 嗯 看来 你真的好喜欢这里的风味啊 是啊 你不觉得这特别棒吗 你看这碗面啊 十块钱 双份的肉 外送一个卤蛋 旺旺一大堆青菜 那么大量 全北京你哪儿找去 啊 是啊 是我 那 亲爱的 我们待会儿吃完饭去看个电影吧 这个建议不错 不过 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吃完饭我带你去东风 啊 昨天不是刚兜过吗 又兜啊 昨天咱们是兜的东边嘛 西边还没去呢 明天咱去南边 后天咱去北边 好啊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吧 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绝不允许像这样的女人接近她 好的 什么 你递了什么 辞职信 天哪 大姐 我这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 可就吃了半碗面 兜风兜了半肚子吐 如今又听到你这个消息 天哪 这什么日子呀 梦初夏 你是不是辞职辞上瘾了 工作难找但每次都找得到 所以你傲娇了是不是 梦初夏 梦初夏 沈安这个人愿意暗中帮助 你说明这人还算上量重承诺 你就说真谢谢 然后好好的干 分天过节的时候 我给她买点点心 给点水果去看看她不就得了吗 就是 若南的去世 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又让我去接受她未婚妇的照顾 甚至 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笼罩在她的照顾之下 这种日子我过不了 我过去心里那道坎 我送你两个字 矫情 如果若南在这儿 你会跟我们一样的这么骂你 那 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 弃你们的事儿 说不定哪天若南实在看不下去 就回来了呢 行 是有梦不可叼演 我回家了 生土难受了 不用替我担心 工作还能再找 这世界上 不是所有事情 都跟沈安有关系的 行 等你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再找我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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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最快乐的是 最快乐的是 初夏 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咱们在二棚的店里喝红酒吗 你是说 菲菲跟我当时的上次分手那天 嗯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 特别大 特别圆 风也特别地舒服 咱们就坐在露天的位子上 喝红酒 吃小菜 然后听菲菲讲她那些 惊世骇俗的分手故事 笑得乱七八糟的 那个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 岁月静好 不是 老师 起路 你 替 洗完作业自己先睡 嗯 满有事 晚点回去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尝尝这个 虽然比不上二鹏家的小吃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好辣 不过还挺过瘾的 没吃过是吧 想不到开高档餐厅的沈大公子 居然没吃过这么销魂的小吃 真是没靠服啊 崔老板来过电话了 说你又辞职了 想一想可能我的行为真的有问题 明明是要照顾你 可又一次让你没了工作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不用太内疚 若南你都看见了啊 我就是假装客气一下 她都好意思大方地接受 若南 她派人跟踪我 这不是你本意吧 可惜若南不能讲话 不然的话 肯定站在我这边 那可不一定 我也是她很好的朋友 不对 你是若南的未婚夫 我的婚姻是个什么性质 我相信若南应该跟你说过吧 所以用朋友这个词 反而更温暖 是宝质 我说如果要是不愿意 能否在那儿 也会有了 可她是否在那儿 有一天 任何一个故事里面 都应该是你主人公 可是故事就这么 砰 的一下就断了 我理解不了 如果非要有人接受 也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种 陪在白雪公主身边的小女人 人数很多 少一个两个 没有人会知道 也没有人会在意 可 为什么会是若然呢 也许是上天不忍心 你也知道 他第二天就要跟我订婚了 我好像是个 不会带给你们的好运的人 说实话 你跟那个把你爱情带走的女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若然这个也跟你说过 那 好下手过 没事 隐私问题不用回答也行 来 干杯 干杯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没有酒量就不要关那么忙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你没事吧 怕了吧 沈大公子小说最怕鬼了对不对 这个也知道 好了 回家了 若南 我们走了 有时间再来跟你聊天 起来吧 来 慢一点 慢一点啊 若南 来 起来 来 若南 猛惊吓 你安分一点啊 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再给我惊吓了 行了行了 我走了 你家在哪儿啊 之前跟着你的保镖也出国休假去了 我联系不上啊 慢点儿 微电的手机还带着呢 莫朱夏 你醒醒啊 好了 给adem 哼 嘤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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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